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装置英特尔低功耗CPU N100的极致安静的迷离主机 Minist Forum 明凡UN100D N100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我们测试过性能释放高接近20W的 也测试过被动散热完全精英 只有6W性能释放的 对于低功耗小组机的性能释放讨论 总是免不了和散热精英挂在一起 性能强的散热和精英不一定好 不风扇被动散热精英的温度控制不一定好 所以大家更关注低功耗小组机的哪一方面呢 Minist Forum UN100D小组机 它装置了英特尔N100低功耗CPU 4核4线程 24EU的英特尔UHD核显 16G板载2P DDR5内存 M.2 PCIe 3.0X2的接口 三屏显示输出 双2.5G网卡 加WiFi5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儿了 HDMI线缆 脚垫和螺丝 使用提示 这块单槽小电源是12V3A 最高36W功率 我们把小主机拿到手上 塑料机身 说实话 这黑色还是挺好看的 好像在哪里见过 机身接口 前面板 电源开关键 双USB3.2A口 USB2.0接口 音频接口 侧面板 TF卡插槽 后面板 双2.5G网络接口 HDMI2.0接口 全功能Type-C接口 DP1.4接口 12V电源接口 三个显示接口 都集中在后面板上了 主打一个听劝啊 底部 两侧都有通风口 取下脚垫 取下四个底部螺丝 从这里轻轻撬开 看看内部接口 底盖上 可以安装2.5寸的SSD 使用站在这里的 特殊的SATA线 16G内存是板载的 2280的M.2 PCIe X2 SST 这里可以看到无线网卡 BIOS里我们把PL1和PL2 都设置成12瓦 注意 要有六个地方都输入 12000 才能正确设置 12瓦功耗释放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AIDA64 跑FPU单考的压力测试 CPU一条直线 稳定在12瓦 整机功耗18瓦左右 CPU平均有效频率 2.7GHz 我们一直 单考了1小时 45分钟 CPU功耗保持在12瓦 时温29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72度 SSD温度最高54度 CPU-Z 多线程 1312.4 单线程 384.4 在我们测试过的多款N100小主机里 排位靠前 Gagbench 5 多核 2745 单核 991 多核成绩在第二梯队中间 Gagbench 6 多核 3007 单核 1216 算是排在了N100的最后了 Cilibbench 223 多核 2804 单核 924 还好 算N100中下游吧 Passmark多线程 5944 单线程 2061 可惜 没跑上6000分 综合上面的比较 UN100D 多核成绩 表现一般 在我们测试过的N100中 排名靠后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 461509 CPU得分 174602 我们还给N100运行了OpenW测试 AES 538651 XX20 29099 Coremark 95177 Coremark没上10万分 排名稍靠后 我们来玩游戏 英雄联盟 1080P 中等画质 最后大团战 最低60分左右 也能玩 HDMI 2.0接口能够输出 4K60Hz 8位RGB非压缩信号 USB-C和DP接口最高能输出 4K144Hz 10位RGB非压缩信号 我们的显示器的DP接口 可以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这台小主机可以输出 4K160Hz 10位RGB非压缩信号 连接索利OLED电视 也能输出 4K60Hz 8位RGB非压缩信号 接着我们看看 英特尔UHD核显的 相对强项 视频解码 它最高能硬结 本地8K60帧AV1视频 YouTuber 8K60帧AV1视频 流畅播放 硬盘测试 M.2 PCIe 3.0接口 接近1800兆B 这就是X2的速度 WiFi测试 英特尔AC9650 WiFi5无线网卡 这可是支持 160Hz的 最好的WiFi5无线网卡 超过了600兆BPS 算是我的 无线网络环境中 WiFi5的 最高水平 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 iPad3 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跑到了2.37G 跑满了带宽 这块2.5G网卡 没有兼容性问题 这台UN100D小主机 装置了低功耗N100CPU 12瓦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整机功耗没有超过23瓦 待机最高功耗才6.9瓦 按这个结果 36瓦的电源肯定能搞定 室温29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46度 SST待机温度45度 单烤FPU满载的噪声 仅仅只有37分贝 收回在耳边35分贝 这也太安静了 Minist Forum 明凡UN100D小主机 12瓦的功耗释放 性能发挥一般 但是它的接口非常完美 这好像是我们测试的 第二台有全功能Type-C接口的小主机 数据 显示 PD输入 全都有 双2.5G网口 双存储接口 三显示接口 且全在后面板上 散热和静音 在我们测试的小主机中 也是非常完美的 FPU单烤最高温度71度 机身噪音才37分贝 根本听不见风扇的声音 一体成型的黑色塑料外壳也很好看 显得沉稳 总结一下 UN100D已出厂12瓦的性能释放 性能表现一般 散热和静音非常完美 接口方面也是很完美 小主机设计优秀 散热静音接口均完美 还是双网口 就是好像晚出了一年 去年的这个时候 UN100就应该长这个样子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